哈喽大家好 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绘制门派场景的一个想法和思路 这个分享的内容会包括 整体的这个门派布局草图 气氛图和这个门派组件的设计拆分 如果能对你的创作思路 带来一定点启发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希望绘制的这个门派呢 是一个猎人职业生活的门派 但是我又不希望这个门派画风非常狂野 意思是从人物角度来说 人物是穿铠甲的 而不是那种满身貂皮 身上挂着牙齿项链 满身毛的那种 环境基调还是一种人与动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 一个宁静地势的门派吧 基于这个方向的话 那么这个门派的几个关键词大概可以确定 有动物相关的设计元素 地理位置比较有灵气的 适宜动物居住的 有山有水的 可以自给自足的 当地最好有打猎文化的 相对避世的地方 最好可以营造出一种感受 就是假如你登上一座山 拨开眼前的浓雾 穿过小树林 忽然开朗可以看见一个体量非常大的门派的感觉 因为我更多的还是希望展示我的绘画过程 所以说初期的概念设计中的调研部分 我就不具体展开了 比如类似以下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 这个地方的气候为什么适合动物生存 自然禀赋怎么样 当地猎人文化是从公元多少多少年开始 现在还有没有 等等类似的非常策划向的问题 如果想要展开的话 就内容会非常的多 非常的恐怖 那么索性直接就跳过了 最终我选择了参考物园的自然景观 做一个背靠群山 低田魂抱为主的一个门派环境 于是呢 在找了一些参考之后 我就开始画了一个非常潦草的门派的平面布局草图 基本上可以定下大概的一个建筑与环境的布局方向 和某一些角度的概念构图啊 或者说空间关系吧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创意想法 都可以在这个阶段记录下来 后面都可以用得上 比如呢 第一门派呢 可以在这个群山环绕的环境中 周围会有物源当地的一些 贵派的建筑村落在山上 第二大的功能分区可能分为三块 其中一块就是我们这次主要画的一个 这个门派主店的一个区域 然后另外两个区域可能是 还有门派特殊需求的功能区域 举例来说 可能另外两个区域会包含 一些殉兽区啊 放牧区域 野兽的住所 三有水的地方也可以做一些水牢 饲养那种水生动物的一些地方 接下来呢 就是这第一张门派主店概念图的绘画流程 因为我们这个门派是与猎人相关的门派 那么元素的应用呢 会与打猎相关 我会想到猎人身边的鹰 弓箭 笼子 陷阱等作为这个主店区域的一些主要元素 中间主体建筑的顶部造型主要还是想表现两只巨大的那种山石雕琢的鹰啊 来体现猎人文化的这个主题 然后鹰的下方呢 会有几只嘴里含着笼子的笼头 盘在上方建筑附近 表达这个建筑中有一些真奇莽兽的一些特点 我现在来丰富一下边上的这个塔的建筑 我希望它这个附属的建筑和主体建筑看起来 那个视觉上更有一些关联性 于是呢 我就加入了一些和主体建筑上相似的图形来互用一下 之后我们再细化一下结构 通往主店的路上设计了两个鹰的石雕造型 灵感基建与传统的青铜人气 最终呢我希望门派可以营造出一种 人初次走到走进来 就可以感受到周围有很多动物在身边 然后还有一些笼子的元素 有些那个奇珍猛兽 也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跟别人互动的感觉 有点类似结合了当代的那种 开放式动物玩的那种体验感受 现在用模型把这个偷视再定的准一些 然后把右边也补好 因为要做的是门派主店的设计 整体上还是要有一些庄重气派的感觉 所以说对称的那种设计方式就比较合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让这个建筑与梯田的地形更好结合 我把梯田的地形作为侧面入口的通道进行融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体建筑前面的地方也加了一些植物和水系来帮富一下环境的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这个圆形广场上的树上挂了一些小灯笼 敏感来自于之前看过的一张一群提灯小人的插图 现在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小广场的地砖花纹设计一下 地砖花纹也是有小的这种层次空间变化的 花纹的边缘缝隙中会有一些泥土啊小和小的杂草 我也稍微代入一下 一开始也提到了 这个门派会被群山包围 山上会有一些当地比较有特点的 会派建筑的小村落 那么来丰富一下远景山上的村落建 现在来细化一下主体建筑上的一些小的造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的雕塑附近的内容还是不够丰富 我又补充了一些中国园林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植物景观 这个主电 建区域内的其他建筑也是与梯田的结构相融合 围绕着这个整个主体建筑来设计 我现在觉得这边的建筑层次不够丰富 现在来丰富一下这个细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围的环境丰富了之后呢 再给主体建筑稍微增加一些细节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大殿的入口 我不会希望人一下子就走到建筑内部 而是把台阶分为很多层次慢慢上去 这样空间层级的感受才会更加丰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体增加了一些细节之后 我觉得两侧又可以丰富一些内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忘了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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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